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浪台马钩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也许是 想让一个抬着头的人 低下头来 你早要给他一些时间吧 其实在你跟我说 你的青春被这些值得多的时候 我的头就已经停下来了 那你可能会把这个态度 你一直录在那里 处理自己的想法 我会把这个艺术 那你是不是 我叫他 他很难冻 那他来说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烈心的消息 请注意茶声 马明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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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您好 您总部带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订阅电话已关机 加油 加油 我回来 你谁发短信的 你看 你看看 我就知道你是发给燕西的吧 又吃醋了 是啊 我多羡慕她呀 有像你这么一个 这么好的好朋友关心她 我想了想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对吧 不对不对 你是我的二合一 二合一 没错呀 合二为一 儿子 这条船终于靠岸了 我们娘两追可以写下心来 喝一口热茶了 说得是 但是有些人人在这儿 我心不在这儿 妈 你在说我吗 我没说你 我说的是她 说谁 我们回来了 也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欢迎我回来了 如果你们不欢迎我回来 我现在就走 你放开我 我妈不是说好了她吗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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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吧 回来吧 对 能进一家门 是我们的缘分 真的 以前我防你 就是怕你跟我争 现在我们这个家里头 已经没有什么肯成的了 这个时候你能够回来 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讲 因祸得福 因祸得福 听那一句话吧 听那一句话吧 好好地和何林过 你们两个谁 也不许对谁不好 你们还很年轻 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好好地出去打拼 去赚你们人生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头经 对 阿姨在家里头 还等着想你们的亲福呢 我对你们能不能不好 你们还 别说对不起 阿姨不喜欢哭哭啼啼的 喜欢看到你笑了 喜欢看到你灵牙俐齿地跟我吵架 再记住我的一句话 保持你的本色 做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啊 好 老子说过了 阿姨肯定会接受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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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儿子 老子 儿子 爸 弟弟 你过来给哥哥抱一下啦 过来给哥哥抱一下啦 啊 这个河林和白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您好 您所拨的电话已关机 送我一笔搜封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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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关机 怎么又没电了 别紧张 现在没人给你打电话 啊 我来被你打电话 他给你打电话 感谢啊 下次没人玩了 记得你尴当 他给你打电话 要睡的 ıyor 那你 得你 他 各位 Cr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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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现在才来 你看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舍得把你让给别人啊 彦夕 彦夕 你以后不许再抛下我 听到没有 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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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点喜欢刘婷婷 一点点也算 这是当然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撒过谎 你喜欢她什么 婷婷 她就像是一个天使 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她吧 那你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啊 她不是因为你吗 傻瓜 燕西啊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独属于我的 我最最心爱的女人你知道吗 我们下午不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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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天发布了 7人 速到我家了 这小子 不会又活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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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她糊涂 我还不相信 现在看来是真糊涂 好好好 知道知道了 好 挂了 李宗盛啊 我跟你说 问题解决了 李小婶多年前买了个保险 就是保大病的 她给忘了你看 现在这波派上用场了 柳爱花名又于村了 知道吗 宝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妈 我就想出去走走 走走 那你早点回来啊 爸 你快点回来 烟熙出大事了 需要照顾 那不是有弟媳妇吗 你不能光管弟弟不管女儿啊 他爸 咱们女儿从小心眼就识 这回她眼睛都直了 我是怕她想不开啊 盈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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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定 你是怎么会 怎么会睡在我的床上 你跟我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不是 昨天晚上我明明一个人在喝酒 不对啊 那样的话 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对了 我还记得昨天晚上 燕西她在门口等我的 燕西呢 昨天在门口的不是燕西 你说昨天晚上不是燕西 不是燕西 是我 不可能 我明明看到燕西的 而且 而且我还跟燕西说话了 可你说话的也是我 你说是你 那你为什么随便我胡来 为什么不反抗 为什么不狠狠地打我 阻止我呢 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你别紧张 我不会怪你的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个 我知道 问题不就在燕西吗 对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只要燕西不知道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哎 有些问题你并不清楚 其实我跟燕西 一起结婚了 什么 是啊 其实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你骗人 你要结婚了 那一能不知道 哎 结不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我们两个人同意 就可以办了 这件事情我们保密 没有跟任何人说 那别人当然不会知道了 你们俩隐婚了 是的 我们两个人隐婚了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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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灵 你 你不要太激动 你出去 你出去 知道了 我走 我走 我现在就走 但是 你 你不要太激动啊 你 你冷静一点 你穿好衣服 我在外面等你 我走 你会告诉燕西真相的 是吗 是的 你不怕她接受不了 和你离婚 我很害怕 但是对她隐瞒事实 我自己这关都过不了 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我一定要去求她 我会绞积脑枕 想尽一切办法求她 我要求燕西 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燕西 她肯再次接受我的话 我将会是这个世界上 最最幸福的男人 那如果她不肯呢 她一定会肯的 那我呢 我怎么办 对不起 只怪我那天酒喝太多了 你听着 我不是不想负责 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有妇之妇了 对于你 我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 我都说了 我是心甘情愿的 话虽如此 但也是我的不该 你不该什么 都说了我是心甘情愿的 若冰 我想过来 我会默默地守着你 如果燕西不原谅你的话 你只需要回头看一看 你就能看到我 如果燕西原谅你的话 你也只需回头看一看 我还会在那里等着你 对 婷婷 我记得你之前对我 根本不是这么说的 我不明白你的态度 怎么一下子变化这么大了 你这个傻瓜 我的想法从来没有变过 之前我要不那么说的话 你会把我当成好朋友吗 看来燕西说的没错 你 一直都在骗我 何必 对不起 你是我在这个世间上 唯一能说话的人 我不能失去你 失去你我会死的 你不要吓唬我 你可清楚 我不是在吓唬你 燕西 你来了 苏苏 你也来了 你们刚好在附近 所以就调个活就过来了 我找你来 是谈公事的 我知道 你是小时候时尚了是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去海南 海南 燕西 该去海南的人不是你 是那个城市美财队 不光是燕西 那是什么城市美财队 就不必又是 只能在山东海 宫都不在山西 都是8号 很像是 人家的部门 崖西 有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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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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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哥 你在哪儿呢 赵美兰和刘婷婷来了 把你们俩的事都说了 她就妈的态度很暧昧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快回来吧 回来了 是 我回来了 何必 你怎么还这么冷冰冰的 现在这孩子拿这事不当事啊 太阳出来了 谁还记得月亮 又胡说 我 我觉得我的想法 已经表达得够清楚的了 你说清楚了 可我什么都没听见 她什么都不告诉我 那您是不是需要我 对您再说一遍 好 那我就再说一遍 我何必 对于这次跟婷婷发生的意外 心里真的是感到非常抱歉 既然已经覆水难受 事情也已经发生了 无论怎样挽回不了 对婷婷还有其他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 我何必真心地表示抱歉 我何必真心地表示抱歉 如果可以补偿的话 我一定会尽力 那 你可以举婷婷啊 反正 反正我夫妻之时已经有了 何必哥哥已经结婚了 什么 是他 他结婚了 何谁啊 有没有议席 什么时候 是不是他们偷偷摸摸解的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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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知道了 你干嘛还还这么死心塌地的 丁丁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不是他傻 是你疯了 你明明知道丁丁喜欢你 你一个结了婚的人 你更应该跟他保持距离 你可倒好 你非但不避嫌 你还跟他干出昨天晚上那样的事情 你这不是明摆着占他便宜吗 不是 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得太多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记不起来 早上醒来一看 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多好的借口 酒透乱性 那酒醒了你可以不负责任了是吗 娜姐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儿子真的有问题 这件事我不知道到罢了 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你说你这让我当妈的 我准确地说 你让我这个当后妈的怎么办 如果我不管 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不在乎我的女儿 可是我在乎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替我女儿讨回公道 娜姐 今天有背不住的地方 请你体谅 你需要我怎样体谅 把我这个儿子拖出去 被鱼顿暴打 你结缺了 我不知道 反正 你看着办吧 儿子 婚事结了 你老妈不同意 还不如趁早 把她离了 离了 再去婷婷 真的 我说话从来没有讲过 妈 这是我的回忆 我可不是家里养的阿狗阿猫 你没有权利 随随便便地给我配对 正因为你不是家里的阿狗阿猫 我就不允许你跑到外面去乱配对 知道了 舍得对大姐 妈 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动不动 就把我跟燕熙的事情扯出来 你只需要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好就行了 还有赵总 即便我跟燕熙离了婚 我也绝对不会娶你们家的闺女的 我也绝对不会娶你们家的闺女的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 只把婷婷当成妹妹 对她也从未有个非分之下 我的心永远不会改变 如果您真的是为了婷婷当心 我劝你 最好不要把她硬塞给你 难道我只是失误了一次 就要对她负责一辈子吗 婷婷 她跑出去只是想一个人静一下 你们不要环碍她 你倒是姨父 事不关己的态度 婷婷没事倒好 如果有事儿 我一定饶不了你 娜姐 今天就这样 我要去找婷婷 那我都不能跟她去 不必 你干的好事 这场大祸是因你而起 殃琪呢是我这个职与 你妈是无辜的知道吗 你干的好事儿 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别再叫我妈 主要是品牌 ¿ 我女儿是一种彩虫的歌吗 我们还是奇迹需要的歌吗 我真是一个人 你要做什么 你来做什么呢 我们才能做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还想求我退出吗 我退不退出 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何必真的选择了你 我就做紫禅烂打 也没有用不是吗 我请你不要再鞠躬了 好不好 也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对不起 是你在说话 你说对不起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呢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当妹妹 可你却 算了 都过去 你也不用道歉了 反正你我的人生 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交集 不见面的话 原谅不原谅都无所谓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你走吧 我哟 是真心的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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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弟弟 弟弟 慧玥 弟弟 弟弟 婷婷 醒醒啊 听见我说话了吗 要是听见我说话了 就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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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婷婷 你醒了 婷婷 醒了就好 醒了就好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傻呢 没什么东西 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你知道吗 没有人会责怪你的 我们都是爱你的 别哭了 婷婷 都是我不和 婷婷 婷婷 你怎么回事啊 婷婷 婷婷 你怎么回 你怎么还要往车上闯啊 聂心 赶紧 我们 eye放 我的心吗 都是我不和 我现在心里已经够乱的了 是我不该跟他计较 是我忘记了他是一个病人 赵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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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成了 你知道吗 你差点要了一条人的病毒 你赔得起吗 你自己看看 你把我女儿害成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了不了你 赵总 你先别那么生气了 好好冷静一下 冷静 我能冷静吗 你们唐哥是我的女儿 不是你们是吗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吗 你说 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 赵总 都是我不和 都是我不和 安心 我原本不打算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的女儿 让她从自闭症的状态中走出来 你是答应的对吗 可结果 你不但没有帮助她 而把她害成这样 我只后悔 后悔把婷婷交给你们 给她的病気 昭总 赵总 叫你 赵总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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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兰 你又怎么了 婷婷被她的鼻翼都撞在汽车上了 妈 婷婷 她人呢 她没事吧 现在没事 以后有没有事不知道 这个孩子怎么就这么傻呢 是啊 她怎么就这么傻呢 我要是她亲妈 我能打她马头 让她醒过来 可 可我一个后马 别着急啊 小姐 别中气啊 你去吧 别中气 娜姐 你说我能不急吗 今天有今天 有一半错都在我身上 我要是早知道何必结婚了 真的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会去帮助她去追何必 娜姐 何总走了 你就是一家之主 你知道我有多崇拜你吗 可为什么就在你眼皮底下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别说了 原来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 我也是母亲 我觉得这个天都快塌下来 我要对不起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因为我没有当机立断 把这件事情处理掉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一个好人 我都是被烟戏骗了 她表面上看着乖巧动生 可是她怎么就这么能插出男人的心 娜姐 现在的隐婚 就等于是过去的私奔 你要不想想办法 你真的就丢掉这个儿子了 说得对 你说得对 我绝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我绝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来了来了 你看看 我给妈打扮得漂亮吗 好妈呀今天穿的 我真不习惯 老黄子 你这么一达子 比我年轻二十岁啊 爸 你别着急啊 明天我也给你好好打扮打扮 让你也年轻二十岁 好孩子 好孩子 别别别别 你赌出那个钱 能买多少件好衣服啊 不能买 妈 其实上次你看见那两个标情大汉 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保安 对喽 老黄子 我早就给你发过誓了 你就是让我赌 我都不能再赌了 何止他俩再夸他俩呢 马铭雨你连我也骗 妈呢 你连我都蒙了你 我这孩子 人生如戏全凭演绩 要不然你们俩的关系 怎么能像现在这么好呢 马铭雨你还要说些 没了没了 这是考鸭总的呢 你先跟我回来 你回我再往走 皮皮 我一心想得到的 原来早安放在别处 那里才是他的六徒 那里才是他的六徒 只有和他在一起 才是他修得最惨凉的事 我祝福你们 虽然我的祝福对你们而言毫无意义 但这大概是我现在唯一能用你做的 再见了 不奢望你们记得我 但如果哪天回到那碧海蓝天之间去 或许你会想起我 婷婷 苏苏 怎么是你啊 你问我呀 我还得问你呢 你真打算招呼都不打一声就飞到海岸去了 别叹气了 去了那边就把这边不开心的事情都忘了吧 有什么事尽管给我打电话给明雨打电话知道吗 谢谢 谢什么呀 好姐妹呢 其实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们 你妈要是不嫌弃 我可以经常去陪她做做的 那就太好了 是啊 现在哄老人家开心啊 说得拿手好戏 我会想你的 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 干嘛呀 你不是很快就回来了吗 咱俩还搞成这样 是你先开始的 还赖我 好了 我走了 我帮你吧 不用了 我会经常打电话给你的 自己一个人小心啊 嗯 上车吧 那我走了 上车吧 好重 好重 给我打电话啊 嗯 再见 姐姐 喂 你好 素素 是我 你知不知道燕西在哪儿 你说得对 是我错的 你得帮帮我 什么机场 什么机场 出租车的车牌号码还记得吗 那麻烦你把它发给我 我知道了 谢谢 身胀周围 你祖如芳飞 续末 有运 离开吧 离开了才能回来 也不知道回来的这一天要等多久 这不是一种逃避 是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我想把这所有的一切都乘分在记忆里 何必 我能忘记你吗 能忘记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苦吧 哭过了就好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 再见了 北京 再见 何必 心灰 天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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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围 你永远在矮路上 云舞绕灵灰 也让一路 叶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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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 叶夕你别走 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用呢 只会让大家更痛苦 现在已经没有别人了 就只有我们两个 真的就只有我们两了 那他呢 那他呢 他已经走了 可是 叶夕 叶夕 我生命中需要的人是你不是他 不管是谁 也不可能代替你 我爸爸的公司也破产了 家里情况也不好 如果再失去你的话 如果再失去你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撑下去 叶夕 我现在求求你 求你不要离开我 以前是我错了 是我让你受了委屈 叶夕 如果你想跟我 一起亲手建立起我们美好未来的话 我求你别走 我 如果你还是坚持要走 那我现在就躺在这条路上 你这人太狡猾了 你这么说 我怎么走得了啊 你笑了就证明你答应我不走了 是不是 那以后我们俩一起奋斗吧 对 一起奋斗 谁 谁 对 她正在挑剔我们的精油 行行行 知道的 你好 我的天哪 这么闹 老板铁定要炒喽 我不可 您可以闻一下 今天这是为您准备的熏衣草精油 我怎么闻的 觉得它不是百分之百的熏衣草 好像是有一股迷迭香的味道 这个您放心 我们这里绝对是 纯天然的熏衣草精油 然后我们这是有证书可以证明的 其实证书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可能你们使用的时候 两种香精混了 真的 我的鼻子是体灵的 不信 你问我的外甥女 是真的 在家里我们都说大舅妈生了一只狗鼻子 你又在胡说 快给她画一篇吧 先看一篇 哪了 哪个 这个 真有点迷迭香的味道 杨经理 我不是来找茶的吧 能不成怎么着 您还是来帮衬生意的 当然帮衬生意我也谈不上 因为四爸总是要做的嘛 到别的店去做 还不如到你这个手店来 就是 怎么了 我们俩不会是不达不相事吧 您还想继续打下去吗 当然得打了 都是亲家了 大舅妈 燕西的短信 燕西姐的短信 短信给您打短信 你看看 这可是您女儿来的短信啊 她让我们继续接着打下去 她说 婚女的安排 问您婚女的安排 我也想问您的 你说婚礼怎么安排 北京 成都 成都你们肯定要回的 但是北京这儿不能代办 我在想 如果两个地方 都让新娘子 穿上同一套白婚纱 会不会觉得太闷 要不回你们成都的时候 能穿传统的旗袍 凭什么呀 为什么不能在北京 穿传统的旗袍 回成都 穿白色婚纱呢 你喜欢白色婚纱 那也不是 那就对了吧 因为我们家来的客人朋友 全都是海龟派 让她穿传统的那个旗袍 我觉得不合适的 对对对 我们家亲戚 都是海龟派的 行行行行 打住 什么意思啊 我们成都的亲戚 都是土豹子啊 那我们穿 穿传统旗袍 就无所谓 无所谓 我们无所谓 杨经理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 你理解全部 你没我听不懂 你没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好好好 你看你看你又多心了吧 真是前世的一段冤家 见面就掐 我跟他不掐 我不适应 我真的怕是 怎么会逆呢 好好好 我不跟你说 来不及了我去换衣服 好好好 去换衣服了 妈 回来了 你在哪儿 嗯 哎呀 不知道 今天谁要去水疗馆了吗 谁啊 那啥 啊 他跟你说什么了 不会又吵起来了吧 哎 不仅没吵 还说到了你的婚礼 什么在成都怎么办 北京怎么办 穿婚纱 还是穿旗袍什么的 真的 是不是意味着他就不反对了 嗯 应该是吧 什么情况 为什么突然转性了 之前要死要活的不同意 应该是听到我和何必的话了吧 你和何必的对话 你们和好了 嗯 你原谅他了 你怎么这么轻易就原谅他了 妈 我们才刚和好 你怎么又这样啊 嗯 妈担心你啊 电视里说了 哎 哎 哎 我和何必是这样 你真心不能盲目 不能因为喜欢就迷失自己 我知道 我也知道何必对我是真心的 他妈妈一定是明白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没有人没有事可以动摇我们 所以才最终让步的 就算这样 这么厉害的女人当婆婆 你未来的日子不好过呢 日子总要一天天地过嘛 我和何必是这样 我和他妈妈也是这样 你和他们都是这样 只有真正的把彼此都当成亲人 隔阂总会消除的 说不定他有一天比你还疼我呢 哼 做梦去吧 不是做梦 这是目标 就算永远都达不到 我也会努力地一天天地去接近的 真的吗 真的吗 你就放心吧 好吧 妈相信你 一定能做到 因为这么长时间 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一直都没退缩 足以证明你坚强老辈 不愧是妈的女儿 妈顶你啊 好 谢谢 妈 怎么了 老是这么婆婆妈妈的 主要是终于等她 云开见月明了 妈高兴 妈高兴 没事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那个 咱们庆贺庆贺 好 纳莎阿姨 谢谢您终于谅解了我和何必 一路走来 您的辛苦和坚持 我都能理解 原因只有一步 我们都深爱着同一个人 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有机会 能够和何必一起孝敬我们 期待着 亲口叫您一声妈的那一天 喂 是 老婆 我十分钟以后 就要进去面试了 您可要为老公祈祷 知道吗 嗯 一千个好运 一万个好运 但是听我说啊 万一要是 那个面试官 他突然逼问我 到底有没有结过婚的话 我应该怎么回答他才对呢 当然是已婚了 不然你想怎么样了 那我知道了老婆大人 我刚刚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嘛 你妈还有我妈都说了 婚姻的意义是责任 不能拿来乱开玩笑的 遵命 老婆大人 我面试一定会努力加油 嗯 就这样 我和何必结束了隐婚 她开始了她作为一个上班族的人生 而我继续工作 继续打拼 为了什么呢 为了甜蜜的生活 为了最爱的家人 为了自己 还有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是的 我怀孕了 那以后我们一起奋斗吧 对 一起奋斗 哦 后面 她的教训 您 是 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